小画家帮帮忙 那目前呢 我们所比较常见到的这个QR Code 多半都是 黑白的 但是呢我们可以 利用小画家的这个油漆桶功能呢 来协助我们 让这个原本比较单调的这个黑白的QR Code 变成是彩色的 那当然首先我们必须要制作出一张 可以对正常读取的这个QR Code 那存档了之后呢 我们再进一步的 来开启小画家 那我们从这个选单按钮这边找到美工绘图这个类别 那往下找到这个Color Pen小画家 打开来之后呢 他 利用这一个开启旧档的方式找到我们刚刚所存档的这一张 点选刚刚这一张 按下开启 那这边呢 我们看到有放大的功能 我们可以把它放大一点 因为这样子呢在操作的时候可以 比较精准一点 那接着呢 我们就是利用这个 油漆桶的 功能 选择我们所要的颜色 然后开始做一个填满 然后开始做一个填满 那我们会发现到说 这个油漆桶呢 它到颜色的时候 它会把 临近的 相同的颜色 全部做一个填满 但是呢 如果颜色 被隔开了 例如说 我们以这一块来看 这个白色 跟这个白色 中间 有黑色 完全隔开了 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填入的动作 就只有这个区块 会被填满 那所以呢 如果我们整张都要同一个底色的话 那我们就是不断的去做这个 填满道律的动作 那当然了 如果我们觉得说有这样子的一个效果也不错 或者甚至于呢 我们希望 它的这个底色 是不同的 那我们也可以选择 其他的颜色来做一个填满 那在编码的 黑色的区块呢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把它做一个 不同颜色的一个变化 那经过了这样的一个 修改之后 在 最后的 存档动作呢 是需要最特别注意的 我们不建议直接按下 储存 因为这一张 QR Code 它的颜色改变之后 它的这个资料形态有可能跟着改变 那 简单的说呢 就是这一张QR Code 本来是可以读取的 那经过你的颜色的填满 有可能会变成是 损坏的 不能够读取的 所以呢 我们会比较建议的是 用这一个 另存新档的方式 我们在档案这边 看到这边有个另存新档 那这边呢 我们再多一个2 那这样子啊 如果我们这一张有问题的话 我们原本的这一张呢 还是留着的 我们又可以继续的去做一个修改 那这边档名我们修改完了之后 按下储存 那接着呢 我们先把它关起来 打开我们的QTQR来验证一下 这一张是不是可以被正常的读取 这一张 MAP2 按下开启 果然这一张是正常的 它是可以被正常读取的 那按下4之后 同样的它也会再去打开 我们的这个Google的 这个地图服务